OK 來到我們的現場 一身大地色套裝梳起包頭 李佩玉在兒全日這天 分享了來自離異家庭的親身經驗 其實台灣離婚對數 主年增加從2021年47888隊 到2022年5803隊 成長了6.09% 也表示可能越來越多小朋友 正面臨著雙親離異的課題 其實我覺得過度美化 然後讓小孩自己去用 好多倍的力氣去找真實的事實 就直接然後試著做下來理性的溝通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 但是卻是最重要的事情 許多家長不知道怎麼開口 都選擇逃避 導致最敏感的小孩 在成長階段內心出現許多猜忌 因此有協會推廣離婚告知的重要性 首先要察覺自己的情勢 當自己的情勢穩定好了 才能進行下一步 選擇適當的語言以及方式 去跟孩子說明事實 並給予孩子一個未來方向 讓小孩面對未來也能有個心理準備 最重要的還是愛與照顧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定毛的概念 彼此成熟的個體去討論我們的感覺 討論我們未來可以一起怎麼過生活 態度保持開放才能讓小孩的負面情緒 像是無力感恐懼與不安降到最低 離婚誰也不樂見 但雙親對小孩的關愛 不會因此而消失 最重要的還是互相溝通 建立健康的關係 法順 廖世穎賴成為台北層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